印度新德里两座100米高 盖到30多层的双子塔大楼半成品 昨天在有关当局的指示之下 在一场爆破计划当中化为瓦砾 成为印度历年来被爆破拆除的最高建筑物 那好端端的建筑物为什么会突然要被爆破呢 一切都得要从18年前开始说起 那2004年印度建商推出了一个社区建案 规划在社区里头新建14栋10层楼高的大楼 然而计划在多次修改之后 社区目前是已经拥有15栋12层高的大楼 并外加这两栋新建当中的大楼 更令人折舌的是 这两栋大楼除了从原本规划的25层加盖至41层 还在原本承诺保留的社区绿地上建造 结果就引起了巨大争议 一直到2012年社区的住户协会 开始向诺伊达市政局投诉 指建商违反承诺以及非法盖楼 要求撤销这两栋大楼的建筑许可 而住户与建商之间的法律战 更是提升至印度最高法院 去年最高法院以双子塔大楼违反了建筑规范 以及存在官商勾结为由 下令建商自费破除 并且在附加利息的条件之下 退费给这两栋大楼的买主 来到昨天这两座大楼终于如愿被拆除了 结果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 伴随着好几声巨响 印度新德里两座围建摩天楼 昨天在不到十秒内 并瞬间坍塌一为平地 现场更扬起纯灰笼罩 冒出层层白烟 据了解 这是印度历年来规模最大的爆破计划 使用超过3500公斤的炸药 并以内爆计数避免碎片向外扩散 而为了执行这个计划 周边数十栋大楼也被包上覆盖物 至于当地住户则被暂时疏散 眼看这两座充满争议的大楼终于被炸毁 无少站在远处围观的民众 也拿起手机拍下这一幕 并大声欢呼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最高法院没有必要下令拆除这两座楼 反而应该在社区的统议下 改建成收容所或者社会救济大楼 感谢观看